哈喽大家好我是一姐 一姐收到一位粉丝的私信 这位粉丝问一姐 一姐我想看看邻国网友来中国后都有什么感受呢 一姐就在美版之乎quora上进行了搜索 搜索到一条来自美国网友的提问 问题是你觉得中国怎么样 回答这条提问的外国网友真是太多了 高达100家 今天一姐带大家来看一下 来自印度尼西亚 韩国 越南和孟加拉国人来中国后的真实感受吧 印度尼西亚网友Rundian回答道 中国经常被误解 这就是我对中国的印象 尤其是从西方的角度来看 中国不是他们想象中的那个样子 这可能与西方媒体经常把中国描绘的如此糟糕有关 虽然我的父亲和祖父母是中国人 但我并不是真正的中国人 在我的成长过程中 我XXX和中国人联系在一起 为什么 因为我所知道的关于中国的一切都来自于媒体 刻板印象 还有那些从来没去过中国的人的口中 比如中国人都是吝啬的 不讲卫生的 传统的 喧闹的等等 我在2013年左右到达北京 这座城市非常拥挤 我到了火车站 坐在火车上仔细观察火车地图 心想这条线路有多么庞大 然后我想 中国并不像我想的那样不发达 一 从烹饪开始 不全是捞面或糖醋里鸡饭 我之前所体验到的是银河西方的西化中餐 贴上中国食品标签的广东菜 真正的中国菜是如此的多样 美味和不同于我知道的那些 二 中国人并不像你想象的那么传统 特别是在大城市 他们的支付方式比英国更有效 他们有微信钱包 非常方便 火车系统很棒 火车很准时 很少玩点 他们有最快的磁悬浮列车 这是非常酷的 三 中国真的很安全 比伦敦更安全 女人可以在晚上独自行走 这很棒 我在中国从来没有感到不安全 所以如果你打算访问中国 并担心安全问题 我在这里告诉你 你没有什么可担心的 韩国网友Kim回答道 在中国待上一段时间 就足以让你相信 你对它一无所知 没有任何建筑 能与中国的公共建筑相媲美 道路和人行道非常宽敞 火车站是我见过或者去过的最大的建筑 如果你从来没有去过那里 你很难理解那里的规模 越南网友Sony Newham回答道 上周我刚到中国广州 出差了一周 对于一个来自邻近发展中国家的女孩来说 这就像是打开了一扇新世界的大门 在越南这个国家 大多数人不**中国人 对中国有很多负面的看法 一 我认为中国是干净和绿色的 我之前听说过很多关于中国污染的事情 这里的空气很糟糕 直到我来到这里 这个城市到处都是有树和花 我出去的时候甚至不需要戴口罩 因为那里的空气很好 沿路绿色的池塘充满了鱼 这里没有摩托车 只有汽车自行车和电动车 我去过的公共厕所几乎都很干净 印象深刻 二 我认为这个国家非常现代化和方便 广州很大 但一切都很井然有序 马路又大 又干净又整齐 就连这里的人行道 也比我所在越南的城市的一条路还要大 这里的公共交通系统非常发达 你可以乘地铁和公共汽车到达任何地方 一切都很舒服 三 中国的支付系统处于一个前所未有的水平 这里没人用现金 我指的是中国每一个角落的每一样东西 都可以通过二维码和面部识别来进行支付 你来到一家便利店取点东西 走到收银台 站在摄像头前 你的付款就完成了 对我来说太难以置信了 中国人不需要随身携带现金 我的朋友告诉我 中国从2013年开始使用二维码支付系统 就算是非常古老的村庄 里面的老年人也使用智能手机 即使是街上的乞丐或小贩也有他们自己的二维码 四 这里非常安全 一个女孩在晚上11点或者凌晨12点走在街道上 是非常安全的 五 中国可以很好地保留他们的传统价值观 虽然广州是一个非常现代化和发达的城市 但是你可以很容易地发现很多传统的房屋建筑 村庄遍布城市 我从小就看中国的历史和古装电影 第一次来中国的时候 感觉就像走进了一部真正的电影 还有一件事 这里的人非常友好 虽然我不会说中文 但每次我有什么要求 他们总是极力地帮助我 孟加拉国网友Josham Dean回答道 这是一个美丽的国家 人才辈出 勤奋努力 有了这一点 中国已经成为一个全球超级大国 甚至可以在民意GDP上很快超过美国 我祝愿中国一切顺利 就民意GDP而言 中国是增长最快的国家 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中国是世界上第三大军事强国 它已经成为了一种力量 西方人嫉妒中国的成功 如果你去中国看看 它绝对会让你大吃一惊 中国是少数的几个没有种族歧视的国家之一 中国从未攻击过任何人 中国一直是一个善良的国家 我来自孟加拉国 如果你问我 这里的人怎么看中国 我想几乎所有的孟加拉人 都非常尊重中国 俺哪伊哥 他们都感觉好 这都不是 могут pleading